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秘密行动解救世界的剧情 第三部的内容则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五位小飞侠成员基本上都是从头到尾绑在一起 少了许多个人故事跟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这代座机旋风斯巴达也不像前作那样 是由一台母舰搭载其他的小子机 变成五架座机五合一的合体模式 虽然这些座机也是有着车子坦克等造型 但95%的时间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当战斗机使用 没了之前大名负责飙车 阿丁负责潜水这么多元的设定 而且除了G1号外 其他座机存在感极低 这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即便如此 旋风斯巴达玩具还是卖得很好 这大概就是商人跟我这凡夫所子最大的差别吧 进入故事内容 在科学小飞侠努力奋战下终于消灭宇宙主宅 但是因为恶魔党的太阳能转换计划 使地球受灾严重 世界各国都竭尽全力在重建自己的家园 不过任谁都想不到的是 新的危机马上又要来临 无名主宰的本体虽然被炸成碎片 但脑细胞却没有死亡 他飞到一座造船厂附近 利用里面的建材很快就筑起一座巨塔 另一方面 科学小飞侠也过上了一段平凡无聊的生活 由于尚无法找出能帮大名补充能源的方法 身为改造人的他依旧只能躺在病床上 此时有个人正注视着墙上两代恶魔党大头目的画像 此人名叫辛格莱爵士 是欧洲黑帮辛格莱家族的首脑人物 在全世界有着数十万的忠实拥护者 今日他召集了在世界各地的家族干部前来 准备继恶魔党之后 成为下一个征服世界的野心家 而被破坏的国际科学研究所已经重建 南宫博士继任安德森长官 成了国际科学厅最高领导 目前正为了辛格莱家族发动战争而困扰 不久辛格莱爵士便致电过来 要国际科学厅立刻投降并解散军队 不然辛格莱家族将会让全世界变成一片火海 但是南宫博士岂是这么容易妥协之人 随即便派出科学小飞侠前往主旨 在凤凰号面前 这些凡夫俗子的什么飞机坦克 都像纸壶的一样一碰就烂 就在此时地面突然裂开 有只巨大的机械兽从地底冒出来 凤凰号在他面前就跟虫子一样渺小 连神鸟飞弹也伤不了他分毫 凤凰号很快就被击落成了破铜烂铁 而开头了之后神秘的巨塔也在此时现身了 科学小飞侠 你们的死期终于到了 你是谁 我是无名主宰的升级版总裁Z 不过你们把我翻力成宇宙魔王 我特地从地狱回来报仇 以后不会再讲什么武德 我要趁你病要你命 就在机械兽的爪子 要将铁熊开场剖铜时 弟弟突然冒出一台钻头车将小飞侠们救走 然后又很迅速的钻回弟弟 眼看科学小飞侠被救走 总裁Z也莫可奈何 于是他将辛格莱爵士吸入塔内进行密谈 希望双方能够联手征服世界 进而统治全宇宙 由总裁Z负责制造火力强大的机械兽 辛格莱家族提供能源跟操控机械兽的人力 辛格莱爵士笑着接受这项提议 但内心却暗自打算要好好利用总裁Z这家伙 不久辛格莱家族就继承恶魔党这名字 势如破竹的席犬了半个欧洲 另一方面 神秘专地车将科学小飞侠带到一处基地 你是谁 等等 是我救了你们的 我是国际科学研究所的总工程师 叫我金主任就可以了 是南宫国事 不 南宫长官让我来照顾你们的 这里是我们小飞侠第三部专用的基地 说吧 金主任向科学小飞侠展示了他的最新成果 是继凤凰号之后更新又更强的座机 5机合体还能成为威力强大的旋风斯巴达 小飞侠们的随身武器也都升级一个档次 尤其是铁熊的旋风无敌舰 能够将旋风斯巴达的能量传达到舰上 任何坚硬的钢铁都能一刀两断 听完金主任讲解操作方式后 小飞侠还是在缺少二号的情况下主动出击 新的旋风基地不同于前两座是在海底 这回改藏在一个巨大的岩洞中 此时的南宫博士正在翻阅潘多拉博士的资料 试图能找出解救大明的方法 突然接获科学小飞侠初级的消息 手术台上的大明一听又有新机种可以玩 也不顾自身安危偷跑了出去 第二次与机械兽交手 小飞侠坐机的武器依然无法伤其分毫 正当铁熊想学神风特工队来个玉石聚分时 大明驾着G2号及时赶到 好 来玩玩看合体吧 伴随着一阵熟悉的BGM响起 五台座机立即组合成旋风斯巴达 原本有着各自颜色的机身 也统一全变成红色 加强三项电压 当冲完电后 铁熊与G1号就会暂时脱离 旋风无敌剑 接着亮出宝剑 先冲过去砍敌人几刀 这段期间其他队员只能在一旁看他表演 等铁熊砍过瘾后 会再重新回来组合 然后一个翻身改站在旋风斯巴达的末端 对钢铁兽进行开场跑度的处形攻击 什么 机械兽被打败了吗 呵呵 不用担心 这才第一集而已 后面还会更有趣的 经此一战 大明也将最后的能源耗尽 不过南宫博士随即传来好消息 他已经找出如何注入能源的方法 大明终于有救了 恶魔党侵略的脚步并没有因此放慢 仅用不到两周的时间就攻克大半个欧洲 南方主力部队占领了一个山边小镇 因为方圆百里只有这地方有水源 是个重要的补给据点 小飞侠接获消息后 立即前往该小镇 果然镇上到处都是士兵戒备森严 镇长与所有居民都无家可归 只能躲在一处教堂 恶魔党每天只给他们一桶水喝 大叔你放心 我们带着炸药 干脆炸掉水源 大家一起死吧 看啊你们又不会死 最后死的还是我们呢 镇长极力反对小飞侠炸毁居民 赖以为生的水源 铁熊只好改变战术 改炸恶魔党的坦克 这下终于赶跑恶魔党军队 帮助小镇重新夺回水源 镇长是个热血大叔 想率领群众跟恶魔党对抗 但大家都知道NPC美好下场 不想去招惹恶魔党 此时恶魔党的增援部队也迅速到来 从卡车里跳出五个像馆长一样的巨汉 这是不同于以往恶魔党的士兵 隶属于辛格莱家族的军团之一 摔角军团 这段剧情主要是想展示 小飞侠们的新武器给观众看 不过摔角部队 每人都拥有不输给大明这再造人的力量 这些刚升级的武器通通都吃了憋啊 就连力气最大的阿龙 都被对方拿来当球丢 小飞侠们第一次在肉搏战完败 幸好珍珍发现对方弱点是脸部 才暂时将这群壮汉击退 此时镇长突然来了一个瞎操作 独自一人拿起步枪 在枪林弹雨中冲向恶魔党的坦克 想证明NPC也是有可能不会死的 这举动也激起了镇民们的勇气 纷纷起来对抗 铁熊更是拿着剑不要命的冲了过去 小飞侠成员都被他这义和团的举动给吓到 赶紧跳进各自坐机帮忙消灭掉坦克 铁熊你没事吧 看我好想换回以前的回力镖啊 最后这镇长竟然出乎我意料之外 没领便当啊 回到基地后 铁熊突然有了想法 辛格莱爵士不像过去的杜兰沙一样 四处偷盖基地 他们大本营的位置全世界都知道 而小飞侠也不像其他动漫还要练的 才能打得过魔王 既然如此 为何不直接杀到敌人总部 让这集变成最后一集 由于当初南宫博士 接任国际科学厅最高长官时 就将科学小飞侠的指挥权交给铁熊 金主任也只是担任从旁辅佐的技师 所以铁熊的提议没人可以阻止 小飞侠就在这暴雨之夜 出发前往消灭大魔王 一接近恶魔党大本营 马上遭遇庞大战斗机群拦截 但这些普通战机 怎么可能是旋风斯巴达的对手 于是总裁Z亲自现身 放出一只螳螂机械兽 加强三项电压 旋风无敌剑 对付恶魔党的机械兽 当然还是用老方法解决 可是螳螂机械兽在坠地爆炸前 突然射出一枚飞弹 直接命中旋风斯巴达最脆弱的底盘 铁熊也顾不得这么多 用阿龙直接朝辛格莱爵士的城堡冲进去 进入里面后 立即遭到恶魔党大军包围 但这些普通士兵就跟前两座一样 都装备了不准射中小飞侠之枪 很快就被铁熊他们给团灭 参谋星标 立即派出先前的摔角军团 来对付小飞侠 这些家伙虽然还是一样难缠 但有了前次交手的经验 小飞侠逐渐能掌握对方弱点 不过辛格莱家族的秘密武器可不止这些 他们还有如同小飞侠一样敏捷的骑士军团 以及全身穿着装甲 拿着重兵器的钢铁军团 小飞侠一时陷入苦战 最后结合五人之力使出科学龙卷风 才暂时消灭这些部队 铁熊也直接跟辛格莱爵士来了场单刀对决 将辛格莱爵士的面具砍下后 才发现只是一具替身机器人 此时敌人大军很快又包围的过来 铁熊竟然像个冲动屁海一样 在那边乱挥箭叫嚣 幸好大明赶紧将他拉回旋风斯巴达 这场直接跳最后一关打魔王的戏码 也在科学小飞侠的撤退中宣告失败 不久后 恶魔党的军队开始在地中海集结 国际科学厅立即召开会议 讨论相关的应变事宜 但大家也知道这群人都是来偷薪水的 根本提不出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法 幸好先前派往恶魔党卧底的人员 取得重要数据 经过金主任一番努力终于解读出来 原来恶魔党的目的是占领地曼能源基地 利用里面的钮 铁 石油等资源 大量制造钢铁机械兽来进行全面作战 而第一个目标就是位于北非 亚特拉斯山脉附近的地曼基地 小飞侠接获消息 立即前往该地支援 但还是慢了一步 基地已被恶魔党占领 大量铁矿都被运往中央的能源炉运作 当小飞侠坐机靠近时 总裁Z立即现身 用他的钢铁外壳将能源炉照在其中 就连组合成旋风斯巴达都无法将其外壳破坏 铁熊想出一个办法 将旋风斯巴达切换成由金主任远端操控 五名成员全都跳到输送带上 连同底下铁矿一起被吸入总裁Z的体内 小飞侠在里面遭遇许多机械兽 跟一堆难以理解的怪东西攻击 由于这些东西无论怎么破坏都还能再生 铁熊干脆直接跑进内部破坏掉能源炉 在能源炉即将爆炸之际 五人再度使出科学龙卷风逃离此地 最后只听见总裁Z的惨叫声 整座钢铁巨塔消失在空中 恶魔党大军也被流出了熔岩给吞没 经此一战等于重创的机械兽制造工厂 让恶魔党短时间内无法补充兵力 取得这次大胜利后 国际防卫厅也出动第八核动力舰队 开始扫荡恶魔党另外三处地漫基地 想将恶魔党设立一口气赶出北非 笨蛋啊你们没玩过斗兽棋吗 科学小飞侠专刻我们恶魔党 恶魔党可是吃定你们这些NPC啊 果然恶魔党连机械兽都不用出动 光本部军队就将防卫厅打得东倒西歪 危急时刻又是科学小飞侠赶到 在旋风斯巴达面前 机械兽就像易碎品一样 随便一碰就破掉 只是这次竟然没按照斗兽棋的规则走 旋风斯巴达反被恶魔党飞弹炸得稀巴烂 原来刚被击落的那台旋风斯巴达是假的 小飞侠已经兵分二路 偷偷潜入恶魔党基地 由大明跟阿龙装成恶魔党士兵的样子 将五架小坐机用卡车载入敌营 铁熊本来又想跟珍珍假扮成夫妻自肥 但阿丁坚持一定要跟他们一组 三人只好伪装成商人进入城内 可是不对啊 连假的旋风斯巴达都能轻松干掉机械兽 为什么防卫厅不大量生产这些东西 而是要搞一堆没用的飞机跟战舰 由于密码卡出了问题 恶魔党很快就发现科学小飞侠混进内部 铁熊三人凭借着矫健身手直接攻进皇宫 这回是真的跟辛格莱爵士来了场争剑胜负 辛格莱爵士跟以往只会逃跑的大头目不同 武力跟铁熊比起来丝毫不逊色 打到一半 机械兽从地底钻出来助攻 辛格莱爵士也趁机逃走 此时开着卡车的大明跟阿龙也刚好赶到 众人及时跳上自己坐机与机械兽对抗 最后又是组成旋风斯巴达来收头 这场胜利也带动了国际防卫厅的士气 一举将北非战区的恶魔党清除 不过只要辛格莱爵士没被抓到 战争就没有结束了一天 不久后南宫博士就得到消息 辛格莱爵士已经回到了他的大本营 从这张地图看来 大本营应该是在英格兰吧 而告知这消息的 是之前派去恶魔党卧底的巴卡斯大佐 据他所说 宫殿内有个紧急自爆装置 只要引爆这装置 就能将恶魔党大本营摧毁 由于先前用旋风斯巴达正面进攻失利 这次铁熊改用他们最擅长的潜入作战 由铁熊独自一人去跟卧底的大佐会合 再进到宫殿内司机引爆装置 殊不知这个巴卡斯大佐原来是个双面间谍 想要趁铁熊没防备时干掉他 铁熊虽然发现真相 却没当面拆穿 大佐接连几次要下手都失败 竟糊里糊涂的带着铁熊来到市中心 参谋长星标见大佐迟迟没下手 也不想管他死活了 直接开着装甲车用机枪朝铁熊的车子扫射 幸好大明即使开着巴士冲了过来 将星标连同装甲车一起撞落桥下 被铁熊救了一命的大佐也将自己是恶魔党间谍的事全盘拖出 对不起我其实是奉命来杀你的 我早就知道了 你这种长相一看也知道是坏人 与此同时国际防卫厅的军队也赶来支援科学小飞侠 辛格莱爵士下令机械兽出击 宫殿的钢铁城墙也再度升起 铁熊要阿龙赶紧将旋风斯巴达开过来 直接朝城墙撞出一个大洞 随后小飞侠们进入内部开始大杀四方 在大明三人掩护下 铁熊与大佐顺利来到自爆装置前按下按钮 但由于辛格莱爵士突然出现 巴卡斯大佐还是领了便当 最后也不知道机械兽为什么要靠在宫殿旁边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炸毁 虽然成功端掉敌人大本营 但珍珍却发现 原本城市里的残存军队跟居民通通都消失了 这也令铁熊感到担忧 背后肯定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果然不止辛格莱爵士没死 连先前消失的总裁Z也活得好好的 在宫殿即将崩塌之际 总裁Z将辛格莱爵士带走 来到一座巨大的地底都市 原本的居民都被迁到此处 连皇宫内部都跟地面上的一模一样 辛格莱爵士感到十分震惊 到底总裁Z还有多少无法估计的力量 在科学小飞侠跟国际防卫军的联手攻击下 恶魔党的大本营已经彻底被烧毁 一些被占领的地区全被防卫军解放 民众都开心地返回自己的家园 殊不知逃走的辛格莱爵士及恶魔党 被总裁Z转移到位于西伯利亚的地底都市银河城 这也让原本属于合作关系的两人 变成由总裁Z一人主导 不甘屈居于下的辛格来爵士 也秘密寻找总裁Z的弱点 想伺机干掉他 今日两人密谋着一个阴险的计划 打算一口气将世界各国元首通通抹杀 某个盛产郁金箱的国家 打算在国际会议上赠送各国元首 代表友好的国花郁金箱 不过该国副官似乎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 在联系了国际科学研究所后 突然在回家路上遭遇一群蝴蝶攻击而亡 警方虽然将此事当成车祸意外处理 但南宫博士还是觉得事有稀巧 派出科学小飞侠前往调查 果然该国总统遭遇到恶魔党的威胁 如果不照他们郁金箱计划执行 就要对总统的女儿不利 总统女儿不想父亲为了自己而住下大错 趁半夜偷跑出去寻求帮助 不料恶魔党的杀人蝶一路都在监视着他 才跑出官邸没多久就被恶魔党抓住 幸好小飞侠早就在附近伺机而动 铁熊救了总统女儿开车载他回官邸 本想借机打听些什么情报 可是总统的口风很紧 很快就打发走了铁熊 半夜小飞侠们在附近的风车房休息时 遭遇大群杀人蝶袭袭击 由于被这些蝴蝶触碰到就会起火 所有人立即变身出动狙坐机应战 杀人蝶群不敌逃到总统官邸后消失不见 最后才发现原来温室里的郁金香全是杀人蝶变的 而操控他们的是被恶魔党顶替身份的管家 面对满屋的杀人蝶 小飞侠一时陷入苦战 幸好铁熊勤贼先勤王收拾掉了管家 不久恶魔党的蝴蝶机械兽也出动了 并朝城市方向又吐出一群杀人蝶 就在小飞侠有点不知所措时 金属刃传来讯息 告知旋风斯巴达已经升级完毕 能够使出不输给火鸟宫的高热屏障 溶解所有东西 好我们赶快来试试新招吧 加强三项电压 旋风无敌剑 科学密招雷电闪光 新招一出 不但瞬间烧光满天飞舞的杀人蝶 连机械兽也一并被收拾掉 虽然象征和平的郁金香连同温室一起被烧毁 但也在残骸中发现刚出生的星苗 各魔党频频在世界各地搞出一堆小动作 但始终无法找到他们的根据地 这也令南宫博士感到十分头痛 这时一个叫思维色的博士传来消息 此人是南宫博士研究所拾起的同学 同时也是研究宇宙脉冲的权威 思维色博士发现到一些跟总裁Z有关的线索 但还需要比对之前宇宙主宰的相关数据来研究 在这个网路只能传送几百K的时代 只好麻烦你们跑一趟将这重要的数据带过去 可是博士 我们科技都能上火星了 为什么网路还只能传送几百K啊 问这么多干嘛 赶快出动 思维色博士的研究所位于北太平洋的一座小岛 由于洋流交汇的关系 这里是个很好的渔场 岛上还住了不少渔民 此时总裁Z也察觉到小岛发出了干扰电波 担心自己的真面目被发现 立即派出机械兽前往该处破坏电波来源 这机械兽跟旋风斯巴达一样也能分解组合 在三机一体的攻势下 旋风斯巴达竟然不敌被击落了 立即开启蒋武德模式 不准给科学小飞侠补尾刀啊 少了科学小飞侠保护 研究所立即遭到破坏 幸好博士命大没死带着数据逃出来 还在夜晚的农屋中找到科学小飞侠 不过旋风斯巴达受损严重 阿龙也只能勉强修好G1号 就在这时 一些逃难的渔民也刚好来到此处 后面还有很多恶魔党的士兵正在追杀 小飞侠请你救救我们吧 不行了 要以保护我的性命 我是说保护数据为优先啊 这可是关系者能否打倒走才Z 到底要先救数据还是先救人 铁兄顿时陷入两难 最后他将追兵交给其他成员们收拾 自己驾着G1号去对付机械兽 铁兄也凭借着他优越的狗屎运 被机械兽挤落到海底后 触不及防从海底砖出将机械兽贯穿 虽然解救了岛上渔民 但战斗中博士还是遭到小兵 以火焰枪攻击 研究资料也全都复之一具 新格来我要介绍一个老同事给你认识 你有看过科学小飞甲第二部吗 当然啦 我是不负责任风动漫的死忠粉 那你记得那个担任火星基地指挥官的马斯托拉吗 啊 不久在第二部失踪的马斯托拉再度回归 并且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 袭击了国际科学研究所的一座太空站 而在地球这边 小飞侠又有新任务了 根据消息 恶魔党占领了破米拉岛 奇怪的是 该岛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建设啊 也许恶魔党想发展渔业也说不定啊 大事不妙 这样会跟我家抢生意啊 总之就拜托你们了 然而 科学小飞甲在岛上观察了数日 新格来爵士除了将军队都驻扎在此外 完全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这诡异的行径也令铁熊感觉似乎是在声东几西 果然在被恶魔党占领的太空站上 马斯托拉已经将一枚核弹装填完毕 对转了国际科学大楼 幸好太空站一名员工临死前拉下了SOS警报 金主任得知一切真相赶紧召回科学小飞侠 不过铁熊却认为 不能让恶魔党知道他们的计划已被看穿 于是把现场交由大明指挥 独自一人回去阻止恶魔党的核弹 这部的G1号座机 只要加个推进器就能在太空中航行 而这马斯托拉只要一遇到铁熊就没辙 发出去的核导弹在大气层外就被铁熊击落 连要去追击G1号都追不到啊 老大前面是大气层我们无法进入啊 看啊我们飞碟第二部明明就能进入大气层啊 另一方面得知伽玛计划失败的新格来决士暗自窃息 于是也开始主动搜寻岛上的另外四名小飞侠 没想到却被大明事先安装好的烟幕弹摆了一道 最后四人也平安地从小岛撤退回去 在一个明月高挂的夜晚 恶魔党士兵正在雪地上追杀两名脱逃者 逃亡的男子中枪倒地后 妇人也坠落山谷 新格来爵士急忙到一座荒废的古城 里面竟然关押着一个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的人 此人正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 就如同一般撒狗血的八点档连续剧一样 新格来爵士本名叫艾伦 是某个贵族老爷的私生子 母亲只是不小心被老爷宠信一次就中奖的吓人 因此父亲从没把他们母子俩当家人看 也有犯错换来的就是一顿皮肉痛 某次因为下手过重 母亲还伤重不治 艾伦因此带着恨意离开 再回来时 已经是个满脸缠上绷带的复仇恶魔 艾伦先是一枪干掉父亲 接着被哥哥用剑划开脸上的绷带才发现 他竟然却整了张跟哥哥一模一样的脸 这件事刚好被一个老仆人看到 所以才会有开头遭到追杀的那段剧情 最后艾伦将同父异母的哥哥关起来 顶着他的脸继承新格来家族爵位 逐渐成为欧洲第一大势力 另一方面 最严的老仆人果然就像是掉入逃生口 被国际科学组织的人所救 昏迷中 口中一直喃喃说着 恶魔之子艾伦 莱因河上游城堡 跟新格来家族等话 南宫国士认为 有可能找到新格来爵士的相关线索 于是要科学小飞侠前往该处调查 果然在城堡附近遭到恶魔党机械兽袭击 科学小飞侠用老方法处理掉后 由于城堡也一并被炸毁 此心并没有什么收获 而新格来爵士也早已将哥哥带上潜水艇离开 接下来的几次作战 马斯托拉都被小飞侠打败 他在总裁Z面前的地位 逐渐被新格来爵士取代 因此决定放大爵 拿出从火星带回的秘密武器 这是一种类似史莱姆的外星变形虫 马斯托拉取下一小块后投放到城市中 不久变形虫就透过水源开始袭击人类 所有死因全是窒息而亡 南宫博士虽然知道这是恶魔党搞的鬼 但敌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完全摸不着头绪 在一次救援任务中 小飞侠终于发现敌人真面目 是黄色黏翼状的生物 而且连国际科学研究所都遭到入侵 南宫博士赶紧要铁熊前往进水场查看 不过还是慢了一步 外星生物已经流入场内 南宫博士下令关闭所有出水口的阀门 将外星生物给困在进水场里 接下来就是如何抓他的问题了 铁熊想到上次大名羽毛喷出的热气 曾将他驱散 也许这生物的弱点就是怕热 于是向防卫军借来热风机催送热风 将外星生物逼到一处管道后进去消灭他们 外星生物受不了热气通通跑出地面 在旋风斯巴达的攻击下 汇集而成一只巨大的独眼怪物 最后败在科学密招雷电闪光之下 主体一死 那些散落在各地的附体也通通消失了 队长科学小飞侠杀过来了 诶 靠腰啊 这飞船上怎么没有厕所啊 新格莱阁下救援部队随时可以出动 没必要派出救援 马斯托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随着竞争对手阵亡 新格莱爵士也将恶魔党内部的指挥权 统统都掌握到自己一人手上 为了早日查出总裁Z的弱点 国际科学研究所竭尽心力在研究宇宙脉冲这块 只可惜成效并不显著 某日南宫博士突然收到一份报告 是个默默无闻的年轻物理学家苏瓦尔寄来的 里头对宇宙脉冲的研究超越国际科学研究所 因此南宫博士决定亲自到里约热内卢 会一会这年轻人 大家也知道主角们最喜欢脱裤子放屁 明明做旋风斯巴达飞过去又快又安全 南宫博士偏偏要化妆成一般旅客搭机前往 害铁穹他们只得装成乐团成员暗中保护 结果毫无意外的马上又要发生意外了 真正的苏瓦尔早被恶魔党杀害 新格莱爵士假扮成他的样子跟南宫博士交流 谈话中新格莱爵士得知总裁Z的弱点是宇宙脉冲 直接向南宫博士提出合作的要求 但南宫博士这老顽固显然不会同意 于是被麻醉枪打晕给带到机械兽上 一开始我看到里约热内卢这地名就在想 这集的机械兽该不会就是基督像吧 果然他们的梗都是很好猜的啊 破坏掉基督像的外壳后 机械兽也露出钢铁本体 由于南宫博士还在对方手中 无法直接开大绝 最后又是铁穹架着G1号单刀突入 旋风无敌剑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砍东西跟在砍菜一样很快就救出南宫博士 不过重要的资料还是落入辛格莱爵士的手中 结果南宫博士只拿到最后一页的资料 上面写着毒苹果和七个小矮人 但这究竟跟宇宙脉冲有何关联呢 回到研究所后 南宫博士开始召集科学家们集思广义 解读这最后一页的文章 另一方面 辛格莱爵士虽然取得绝大部分的资料 但就像九阴真经少的最后关键的那段经文 依然无法解开宇宙脉冲的核心 这点小心思当然瞒不过总裁Z的眼睛 总裁Z直接给了辛格莱爵士一个下马威 告诉他自己将利用反物质小行星插过地球 让整个世界都变成焦土 在总裁Z的胁迫之下 辛格莱爵士亲自率兵攻击国际科学研究所 这机械武功还是两层外壳的 被剑砍破第一层后才露出真正的本体 正当铁熊打算使出科学密招雷电闪光时 突然头痛欲裂 连雷电闪光都无法开启 恶魔党趁机攻进了国际科学研究所 里面一些研究数据通通遭到破坏 科学小飞侠赶紧进入内部保护南宫博士 一番交手后 才将博士从恶魔党手中救出 铁熊说出科学密招发动失败的事 南宫博士似乎明白了一切 要阿龙去取旋风斯巴达上的记录装置 大名三人想办法消灭掉机械兽 铁熊则跟他一起到实验室 看了旋风斯巴达的记录后 发现运作一切正常 问题应该是出在铁熊身上 于是博士要铁熊立即躺在仪器上做检查 一看才发现大事不妙 原来科学密招本就是借由机身发出超高能量 传达到人跟剑上 使自身变成电流才能诊断一切 发招者必须要有比一般人强壮的体魄才行 而如今铁熊身上的细胞已经大量坏死 再继续放任不管 铁熊将会死去 此时辛格莱爵士也正好闯入实验室 铁熊正准备跟他交手时 巨大爆炸声响传来 小飞侠已经将机械兽破坏 辛格莱爵士不得不暂时撤退 不过铁熊的事却被大名给发现了 在一次前往北极海探查宇宙脉冲的任务中 大名终于按捺不住 带着所有成员来向南宫博士问清楚一切 博士在才对众人说出铁熊身体的事 当初在进行科学密招雷电闪光的实验时 就发现这招对本体伤害极大 原本是想让身为改造人的大名来使用 结果不慎被铁熊听见 一直以来都是大名在承受这些产无人道的实验 铁熊不想再让他背负这个重担 于是请求南宫博士让他进行 并对其他人保密 南宫博士虽然对G1号的制服改良过 但还是让铁熊的身体受到影响 现在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别让他再发动雷电闪光 说也奇怪 这恶魔党就像拥有上帝视角一样 无论小飞侠在进行什么计划 他们一定都知道 早就在北极海附近设下圈套埋伏 等南宫博士潜水艇一浮出水面 立即遭到包围 原本这次的任务是没有通知铁熊的 可是他在基地听到消息后 也不顾自身安危赶来救援 面对机械兽强大火力 一时尽难以对付 我们分散开来从左右夹击机械兽 等等 我不需要多余的怜悯 你们都知道我的事了吧 我才是队长 一切按照我的指示 就算细胞开始受审 我的身体也不会垮掉 只要恶魔党还在的一天 我是不会死的 在铁熊的坚持下 最后还是发动科学密招 收拾掉机械兽 但铁熊的身体却越来越虚弱 他有办法陪着同伴们战斗到最后吗 长时间的战斗 已让铁熊的身体更加恶化了 因此南宫博士不得不解除他的职务 调他去别的部门当个文书 不过铁熊岂是这么容易妥协之人 他听说现在有个细胞改造的科技 或许能让他的细胞重新复活 南宫博士听完 决定亲自帮铁熊跑一趟 要他这段时间好好休息 于是便由珍珍开飞机 在博士前往生计研究所 另一方面 辛格来爵士一边练剑 一边想着上次战斗的情形 精明的他很快就察觉到 铁熊身体一定出了问题 此时手下跑来告知 南宫博士单独行动的事 这是一个刺杀他的绝佳机会 辛格来爵士当然不会放过 而来到生计研究所的南宫博士 将铁熊细胞采样交给所长测试 结果竟意外地能将死去的细胞修复 但必须抓紧时间赶快接受治疗 可是恶魔党却在这个时候攻来 南宫博士决定自己当幼儿 要真正保护所长将仪器送回本部治疗铁熊 没想到南宫博士的武力还不差 打破了NPC永远杀不了反派的法则 飞机上的珍珍赶紧呼叫其他队员来救援 幸好研究所离总部只有三个公车站 刚通完话就在总部顶楼遇到正要出发的同伴们 铁熊不愿接受治疗 执意要先去救博士 珍珍当场赏了他一巴掌 你 你是要我不能轻易放弃生命吗 不是 你一共打了我好几次巴掌 我只是趁机报仇而已 随即所有成员立即出发前往研究所 只有铁熊留下来接受细胞修复治疗 幸好三个公车站距离一下就到 大明等人刚好来得及救南宫博士 恶魔党此时也出动了机械兽 黑狮子在圣战式BGM加持下不但战斗力提升 连被飞弹破坏的部分都能自动修复 无法合体的小飞侠被打得七零八落 正当大明打算牺牲自己去撞黑狮子心脏部位时 科学小飞侠的BGM再度响起 原来铁熊已经接受完治疗满血复活的赶来 最后五人组合成旋风斯巴达 使出科学秘招雷电闪光解决掉的机械手 在上集中 南宫博士为了追查宇宙脉冲的秘密 前往北极圈 可惜遭到恶魔党的阻扰计划因此失败 不过国际科学研究所很快又在北极圈附近 搭建了临时观测站及防卫飞弹 这工程不但快又好 还不用追加12亿的预算 研究人员很快就在此地展开工作 而在恶魔党这边 辛格莱爵士正在教训绩效不佳的参谋长星标 看看你提出了这什么鸟计划 每次都只会搞暗杀南宫博士这招 这跟有台恐龙帝国只会建造基地到底有什么差别啊 可恶的辛格莱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吗 怀恨再新的星标 立即前往古堡救出真正的科赛特辛格莱 并带着所有家族长老向艾伦辛格莱逼宫 不知道这段剧情的请回去看上集 假冒身份的辛格莱爵士遭到囚禁 家族政权重新洗牌 回归到了正统继承人身上 但实际掌控军队者则变成了辛标 在被押王处决的途中 将军辛牛放走了辛格莱爵士 并发誓对他效忠 即使不是正统 但辛牛始终认为 只有辛格莱爵士才能让家族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 并将手中军队全交给辛格莱爵士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 总裁Z则是抱持着看好戏的态度 并免费赠送了一只机械兽给辛格莱爵士 要他赶紧前往北极圈干掉南宫博士 另一方面科学小飞侠正在北极圈和辛标的军队作战 没想到观测站后方突然出现辛格莱爵士的机械兽 这让南宫博士顿时陷入困境 只得带着资料搭乘狗狗拉的雪橇车离开 就在小飞侠回过头专心对付机械兽时 辛格莱爵士也没闲着 赶紧去找叛徒辛标算账 才被救出来一级的正统继承人 直接就领了便当啊 抱歉这厕所只能容纳一人啊 小飞侠干掉机械兽后 辛格莱爵士也觉得目标达成 谁即撤军 只留下一群傻眼的辛格莱家族长老啊 铁熊虽然靠着修复装置抑制细胞受损 但这也只能治标无法治本 他的状况还是逐渐恶化中 时常得来医院接受治疗 刚走出病房时 一个护士不小心将水洒在铁熊身上 没想到此举却导致小飞侠基地被毁灭 原来这护士是辛格莱爵士的手下 刚刚洒出了水中 掺杂了像是沙子的铁维栗子 铁熊回到基地后 这些栗子也跟着掉落在地上 而让辛格莱爵士侦测到了小飞侠基地的位置 他赶紧向总裁Z再借了一只机械兽前往 另一方面 国际科学研究所也将探勘有警的技术 用在卫星上捕捉到了藏在地底的恶魔党银河城 南宫博士立即拍出科学小飞侠出动 这回要一举消灭掉辛格莱家族所有的势力 细心的金主任将铁熊身上的沙子拿去化验 发现这竟然是由人工制成 且会发出强力电波 金主任察觉不妙赶紧通知南宫博士 但为时已晚 机械兽已经发现基地位置 并对基地发动猛烈的攻击 南宫博士除了召回科学小飞侠 自己也随着防卫军第七部队赶往基地救援 但这些凡夫俗铁怎么可能是机械兽的对手 第七部队一下子就被机械兽灭团 透过护士间谍的通报 辛格莱爵士成功捕获了南宫博士搭乘的战机 这可谓是他开战以来空前的一次大胜利 等小飞侠返回时 基地已经完全遭到破坏 幸好金主任命不该绝 但对于南宫博士被抓一事 他感到相当自责 铁琼却认为南宫博士是自愿被抓的 因为他曾听博士提起 想知道宇宙脉冲的真相 就必须深入敌政的内部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得先找到敌人的机械兽才能救出博士 这胜利的美酒格外的好喝啊 再到达总部前 先来说说防卫军的弱点吧 辛格莱阁下 防卫军全身都是弱点啊 机械兽随便一踩他们就爆啊 那就来说说小飞侠的弱点吧 辛格莱爵士将南宫博士 关到一间小黑屋 用一堆闪瞎观众眼睛的特效折磨他 逼他说出科学小飞侠的弱点 南宫博士终于坚持不住 提出要一边喝红酒才愿意将情报说出 同时也偷偷发出讯号通知科学小飞侠 依我看 这南宫博士根本就是特务出身的 他竟然趁辛格莱爵士不注意 偷偷对他下药 喝下红酒的辛格莱爵士反被僵了一军 连辛牛都被南宫博士挡在门外无法进入 南宫博士开始逼问宇宙脉冲的秘密 以及毒苹果和七个小矮人指的是什么 由于辛格莱爵士喝下的是自白剂 不由自主地说出 那是一个反物质的小行星 和制造他们的七个宇宙战 小行星破坏力是核弹的150倍 只要进入大气层 地球就会完全毁灭 正想要进一步问出消灭小行星的方法时 辛牛已经带兵破门而入 将南宫博士制服 与此同时 科学小飞侠也随着讯号赶来 旋风斯巴达直接钻进机械兽内部 小飞侠全员出动前往解救南宫博士 虽然杀到辛格莱爵士的房间 但还是慢了一步 南宫博士已重弹倒下 他将刚才问出的情报全都告诉铁熊 嘱咐他们要好好保护地球后 就此与世长死 愤怒的铁熊 用充满电的旋风无敌剑大杀四方 正要给辛格莱爵士最后一集时 身体突然又开始恶化 跪了下来 只能眼睁睁看着仇人搭乘逃生艇离开 小飞侠在悲痛中 送走了这如同亲父的南宫博士 然而地球毁灭正在倒数计时中 他们不得不擦干眼泪振作起来 大获全胜的辛格莱爵士 意气风发地回到银河城 第一件事就是先处决背叛他的辛标 至此家族所有长老 以无人敢再反对他 辛格莱爵士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王座 还在南宫博士的葬礼上 公开向小飞侠嗆瞎 炸毁南宫博士的墓碑 想让他无法安眠 不过这举动无疑就是找死 他也不想想看 自己大本营的位置都已经暴露了 正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 恶魔党对小飞侠讲武德 小飞侠可不吃之套 找到恶魔党弟弟银河城正确位置后 直接就将旋风斯巴达开进去指导黄龙 就算大本营有两只机械兽护卫 也难逃愤怒之爆表的科学小飞侠 一招科学密招雷电闪光 就将两只机械兽同时贯穿而亡 只可惜关键时刻 总裁Z又出现将辛格来绝世救走 科学小飞侠你们是白忙一场了 反物质小行星已经启动 地球就等着灭亡吧 国际科学研究所侦测到了反物质小行星 正从北极星的方向急速靠近地球 其能量就算只是略过大气层 地球也会灭亡 全国因此陷入紧急状态 目前唯一的解决方法只有用导弹来摧毁它 另一方面 总裁Z将辛格来绝世救走后 很快又在大峡谷底建了临时基地 虽然小行星很快就要破坏地球 但总裁Z也不想让科学小飞侠过得太轻松 打算报一件之仇 直集国际科学研究所 与此同时 破坏小行星的五枚导弹即将发射 小飞侠担心恶魔党前来阻挠 在宇宙中心四周严密的监控 果然出现了一只章鱼机械兽前来捣乱 幸好五枚导弹全都顺利发射 但就在接近小行星时 全被外层苹果形状的防护罩给挡下 更令小飞侠想象不到的是 机械兽只是个诱饵 恶魔党早已发射钻地鱼雷 袭击国际科学研究所总部 小飞侠虽然及时消灭机械兽赶回 但还是来不及阻止悲剧 研究所大楼在众人面前被夷为平地 只剩金主任一人生还 您可真是命大 两次基地被毁你都能活着 现在家也没了 博士也死了 我们可以说完全无敌 再也没有落顶了 那小行星怎么办 不消灭它我们还是死路一条 我是有一个办法 不过 听到金主任支支吾吾 铁雄大概也猜到是什么 为了解救地球 他决意再冒险一次 旋风斯巴达装上了火箭推进器 跟导弹来到太空 在小行星快要接近大气层时 使出了宇宙密招雷电闪光 先破坏外层防护罩 再朝小行星发射导弹 这回终于成功将小行星给消灭 虽然危机看似解除 但小行星的碎片掉落在地球 依然造成了不小伤害 经过这场应战 铁雄细胞受损更加严重 就连细胞修复的能力都比不上损坏的速度 只要再发动一次科学密招 铁雄就会死亡 你看哪里怎么不把这功能给撤掉 我才不要了 这是我精心发明的 总是现在只要让病人好好休息 不过坏事总是接二连三的到来 在同样的方位又出现一颗反物质行星 质量比之前的更大 周围还有七颗牵引的机器 原来这才是毒苹果和七个小矮人的真面目 全世界的人类你们听着 我是总裁Z 上次小行星只是实验品 这次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 距离地球毁灭只剩下三十个小时 好好享受这最后的时光吧 地球毁灭的宣言一出 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陷入恐慌 纷纷开始暴动 此时的铁雄突然从病床上消失 同伴们在机房找到他 发现铁雄正在改造自己的G1号 原来他打算破坏反物质行星周围的牵引机器 如此一来就能让行星偏离轨道 不会直击地球 但总裁Z连着最后的机会都不留给人类 派出魔轮机械兽攻击宇宙中心 小飞侠听到消息立即前往救援 经过一番交手后 铁雄发现机械兽是利用电流交汇 控制两边的魔轮 于是要大家组成旋风斯巴达来切断中间电流 可是众人顾及铁雄性命 不愿他再使出秘招 最后大名奋不顾身的冲进电流中 机械兽无法补充电源直接暴体 总裁Z 你为何没跟我商量就派出机械兽 而且你那地球毁灭的宣言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都约定好了吗 笨蛋 什么约定 你没看前两部的大头目都只是被我利用而已吗 你就等着跟地球一起灭亡吧 距离地球毁灭只剩最后16小时 因为遭到机械兽的破坏 导弹也只剩最后的三枚 不过经过金主任的计算 只要破坏右边的三台牵引机器 反物质行星就会因为引力的关系 大幅偏离地球轨道 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不成功变成人 由于时间紧迫 小飞侠立即出发 果然这个任务又是个地狱模式 反物质行星的牵引机器 拥有自动防御机制 分裂出七艘护卫舰 对旋风斯巴达展开猛烈的炮火袭击 小飞侠团结一致 靠着主角光环顺利解决掉护卫舰 大明也趁机将导弹发射出去 成功破坏掉右边三架牵引机 反物质行星果然就如预测般 偏离的原先轨道 可就在众人高兴之时 行星突然停止动作 发出异样的光芒 小飞侠也跟各位观众一样 被闪瞎眼睛晕了过去 醒来后才发现 行星依然朝着地球前进 这才明白 原来总裁Z是靠着宇宙脉冲在牵引他 难怪南宫博士生前一直在研究这块领域 只有打倒总裁Z才能阻止行星的活动 小飞侠立即返回地球 准备进行最终决战 哈哈哈哈 你们全中计了嘛 打从一开始就都是由我主打 只有我才能控制这颗反物质的行星了 不愧是总裁Z 我对你的战略深感佩服 你还没死吗 星格来 我已经不需要你跟恶魔党了 我对自己的尸脉毫无怨言 只求宁人让我待在你身边 看着这颗我梦想统治的地球是如何毁灭 好吧 我就完成你死前的心愿了 总裁Z将星格来一行人带到自己身边 没想到星格来爵士打算来个绝地大反攻 直接消灭掉总裁Z的本体 不过最终还是势机败露 新牛为了护主而亡 小飞侠也在此刻冲进了总裁Z的内部 铁熊要众人将旋风斯巴达分离 各自搭乘坐机冲到最上层 找出总裁Z的本体 结果最先到达上层的是星格来爵士 他看到总裁Z的本体也不禁感叹 所有人竟然都被这小东西给玩弄于鼓掌之间 可惜只差一步就能手刃这可恨的敌人 星格来爵士被自己的剑反弹回来灌体而亡 与此同时 小飞侠也来到了最上层 由于大明体内黑匣子的关系 他能明显感觉到这里就是总裁Z的中枢 目前所有坐机只剩下G2号还能行动 众人便在大明带领下找到总裁Z的本体 同时也看到英勇战死的星格来爵士 这场战争已经死了太多人 只要在这里达到总裁Z 就能让一切悲剧终止 这最终战的MVP果然还是非大明莫属 只见大明冲上前去 用满力撕碎的总裁Z的外壳 最后铁熊才举起旋风无敌剑补刀 一刀两断让总裁Z永远无法再生 本体一死 行星也停止了运作 最后将总裁Z的身体吞噬偏离轨道而去 这时南宫博士的项链突然发光 让旋风斯巴达再度启动将全远救出 化成一只火鸟冲出小行星 在此编剧也留下一个开放性的结局 并没有明确说出小飞侠究竟是生是死 还是变成火鸟永远在宇宙中飞翔 这长达三季共205集的科学小飞侠 也在此告一段落了 感谢各位朋友从第一集看到现在 接下来也会继续推出80年代的经典卡通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